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做公民记者 有人知道公民记者的徒手好吗 两位三位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公民记者 公民记者就是一个人 必须是一个人 他写一些东西或者是照一张像 或者是录一个影运 然后你把它封在网站上 其实是在哪一个网站上都没关系 只要你写的东西是跟公共一体有关 那正好呢我参加的是公共电视台 他们有一个新媒体的部门 所谓的新媒体就是不同于传统的媒体 像暴雨啊杂志啊或电视 这些都是传统的媒体 那什么叫新媒体 就是网络的媒体 那我们呢只要因为他是公共电视 所以他比较严格 应该是最严格吧 你必须把你的身份证的正反面 拷贝了然后上传给他们 然后他会你要留电话 然后他就会打电话给你确定 有这个人有这个他不会来对你的电照片 这个可能是有点问题不知道了 反正你只要把身份证正反面送回去 然后再写上一些基本的资料 你就可以拆通一个所谓是公民记者的一个账号 听起来很简单 然后呢他上面有告诉你怎么样贴文 怎么样上传你 上面他有教育训练的资讯 所以你可以去 或者是说叫我们的话 我们是非常兴趣他们有工作人员来教我们 所以我就学会了怎么做公民记者 那到现在我已经参加 2007年现在是2014年 我已经参加7年了 快7年了 那这次呢 在这个活动呢 我是已经来了 今天是第四次 那我有很多报道 请大家去看 那我最新报道是一个 是报道一个新的脸书 这个脸书叫做 这个脸书叫做 Being Appropriate Polland 它的意思是不合适的 Being Appropriate 不合适的 然后Polland 是人 我去查了他的英文 那他里面报道的一篇就是说 他发现了有些游民过来 那然后他也很 他也很热心的参与这个活动 但是他们发放物资的时候没有给他 还有我提到说有一些比较年长的人来这边 然后呢 这些学生发放物资的时候 这些比较年长的长辈也没有拿到物资 所以他觉得 那他说这个纠察的人员告诉他 这些物资是给学生的 那这位学生这位朋友呢 他觉得这样不是非常的恰当 所以他就成立了一个脸书 把这些 在这个所谓的太阳化学 就是有点失忆 他说在这种活动里面 他希望凸显这样一个地 那这是我今天早上看到的一个新的脸书 那我把它报道出来 那也希望说这个学运 我刚刚也听到大家在说 不是只有学生可以造成 当然是学生走在前面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站出来 所以我们也希望 如果发放物资的话 如果有这些弱势的 或者说老年人或什么 他们去拿去去领这个物资的时候 希望大家不要去 对他们有利益的相看 OK 这是我的一个分享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网站 然后可以 我那个网站的留言 我从来不删的 那如果你有什么留言 也请留在上面 谢谢 可以问一下那个脸书 就是说在谈物资的那个脸书叫什么脸书啊 那个粉丝页 你说有个粉丝页吗 就是说在谈发放物资的这件事情 叫In a corporate color 全部都是英文吗 对 全部都是英文 英文不好 那没关系 你只要上公民记者 好奇宝宝 那先看你的看法 就可以找到连结过去就对 对对对对 好 那我也写那个英文 我想应该我有把那个连结放在上面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英文字 拿去搜寻脸书 就可以看到了 好 谢谢 好谢谢 稍微回负一下 其实不只是一些年纪比较少的人 可能在现场拿不到物资 其实连我们常常过去拿都拿不到物资 因为可能我们从 我们的论坛是从 比如晚上七点半开始 然后我们就不断的进行 像我们好几天都很疯狂的 就是到了早上隔天六点 就一直谈一直谈一直谈 然后谈到忘记没吃饭了 然后去走过去拿饭吃 也没有东西吃 这是一种状况 然后又是有一个状况是 就看着说 每次都领不到饭吃很饿 然后就想说 那在我们论坛开始前 或是在我们开始工作之前 我们先去拿饭吃好了 可是可能我们也开始先喝酒 然后带来一罐啤酒走过去 他就会说 这个物资是要给现场 就是有认真在做事情的人的 然后我想说 我有啊 拜托 你要不要来看一下 我们真的很认真哦 对啊 就是 我觉得这个 这个 我觉得这个物资这件事情 真的要好好的 想清楚啊 到底是 这个社会的力量 这个资源 是到底是要给什么样子的人的 然后什么样子是真的需要的人 因为老实说后来我们其实还蛮常 就是自己去外面买吃的进来 其实真的 对我们来说这也没有什么 对啊 我在现场的时候 他们有发 有发水啊 或者是发什么 有发给我 因为我是 你可以看到我是用手机 所以我的手是很忙的 所以我都说谢谢 我自己的我的手机 所以实际上我在现场 他们是有发给我的 只是我实在是不方便去 虽然我很可爱 我也想要喝点水 好谢谢 那我再多分享一个 我昨天看到的东西 真的很有趣哦 昨天不是下大雨吗 超大的雨 然后呢工作人员 所有军阀线的人都忙起来 就是想办法好好照顾到大家嘛 然后呢 这时候就 还是有些人他们不喜欢穿雨衣 像我也不太喜欢穿雨衣 然后我们只要经过物资战 那个志工就在吼了说 你这边要到你快点 你要到南京 这样子 很激动 一直吼 就沿路我们这样走 一直吼 我真的觉得大家在这边都是很想要为这个运动更好 只是说在这个发放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处理物资的过程当中 处理什么人可以拿到什么人 其实我们可以缓缓再给他的这样子 之后 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多带一点点思考在里面 对啊 就是不要的那么简单的就是 像我们这台讲了 不要那么简单的把人贴标签 不要那么简单的把人做分类 什么样子是应该的 就是不说如果是绝对真的有一个所谓的 发放的优先顺序的话 是不是真的有一种比较有效的讨论机制来进行这件事情 而不是很单纯的就是个人在这现场判断 谁可以理 谁不能理这件事情 我也想回馈一下 这个公民记者好奇 我刚刚讲 我觉得有两点我想回馈一下 就是 这位大姐她自己作为一个 有在训练说怎么样成为一个公民记者的方式 然后她来到这个现场 然后她做观察 然后她把这边她所收到的讯息 能够透过网络的方式 处递给更多人看到 那我相信这个部分就是她用她自己一种 一种她擅长而且喜欢的方式 去进行关于这场运动的一些付出的一个部分 然后这样更多人能够来了解这个运动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 这位大姐她就用她自己一种方式 去寻找参与这个运动的方式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能不能从自己的状态 然后自己的一种擅长的方式 然后来为这个运动 然后多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家可以去好好思考的一个例子 那我觉得第二点刚刚就谈到说 大姐她其实也在这个过程中去观察 就是做了一个观察 也记录了关于说刚刚发帮物资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可能在上礼拜星期二晚上进攻那个立法院之后 然后星期三星期四 所以基本上整个气氛 这边现场气氛其实都是在担心说 会不会真的警察就是来把这两 把气氛动作跟警察这边进攻 把群众去理 所以大家基本上在那个状态下 大家都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防守的姿态 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身体在这边在这边抵抗 然后来来保护场内的一个人 但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 然后发现立法院正经理上 目前政府的态度并没有要把要把这边清场的时候 开始发现这个地方开始变成一个持久战的过程中 这边整个立法院的现场开始变成了像 就像一个小社会的一个行程 那我们开始有很多人要发放物资 要做一些管理等等 然后这些人开始要在这边待在这边的时候 开始要做的事情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除了整体运动大家一起来 要去跟我们政府要去做对抗之外 开始我觉得其实另外一个面向是说 我们待在这个现场 我们新成一个社会 我们这个社会要怎么样去 要怎么去经营 要怎么这样去管理 要怎么去运作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们会开始发现说 在这个现场之中 可能会这个运作的方式 我们开始会有一些 带着我们过去在社会之中的一些经验 跟一些观点 然后一些价值观 然后套在这里面 可是其实我们会发现 其实大家对很多这些 既有的一些态度跟规范的过程 我们其实会有一些质疑 跟想要去挑战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运动 已经不只是单纯说 我们要去跟政府要求说 服帽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在现场 待在这个现场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也是在学习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去 去创造一个 我们说希望能够去创造的一个社会 怎么去把社会过去一些既有的 僵化的 然后不是很理想的一些规矩 跟方式 我们要去做一些挑战跟颠覆 所以我觉得那个很重要是 大家在现场 我们怎么要去经验 在这个现场 我们所遇到的事物 我们的规范 我们的制度 然后我们试图 能够在这个 待在这个现场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去示范出 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 社会运作的一种 典范的一个部分 好 这是我一点补充 我就回到屋子这个东西来谈 我讲一下我在这边的物资经验 实在着实有趣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 还没有冲行政院之前 我跟陈汉府还有林奎庙 坐在那边 然后一个人在睡觉 然后接下来就有人说 咦 要顿排骨 要顿排骨 我就冲过去 然后我就拿了一碗要顿排骨 肉超多的 然后就陆陆续续有人开始 像餵小狗一样把那个物资 送到我前面 先是味噌汤 然后接下来是供丸汤 还有猪血糕 我我我 然后再回到我2009年的时候 那个野草莓的经验 还有顶太风 我想要问的是 我们一场抗争 到底需要多少东西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是出来抗争 那这些东西 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学生 会很关心来这边想要相提 可是到底这些物资 有没有用在该用的地方 这个社会社还有很多很多人 他可能没有这个机会 像我们也知道 所以物资进来的时候 其实有游民也有进来 是有的 对 那这些物资到底要用哪里去 我应该好奇宝宝姐姐讲的话 他就说 有一个脸书嘛 我最近也看到一个脸书叫 物资向左转 然后把把对一个物资 捐给那个游民啊 什么恩友 你会觉得这很好 因为的确有人说 可能物资是太多 可是到底有没有分配的方法 这样看家瑜 家瑜讲的 对啊 不然找生性思一分 所以我想说 问问看大家 在这个场上你有看到什么 觉得你想要跟大家分享 都可以 即便是一个小小的物资胎 都决定了我们这个运动 到底我们在实践什么价值 物资该往哪去 该到谁的手上 像我们那天三个人坐在那边 永远不觉得食物来给我们吃 为了我们包爸爸 这样子有意义吗 对 我想 所以你可以尽可能的分享 有没有朋友 邀请大家 一起来 好不好 你觉得觉得太多 你可以说 no啊 我看到他们 我现在也是 也不接了 或者是谈说 大家在这个现场 我们在体验一个 这个小社会的运作之后 大家觉得有什么东西 是觉得印象深刻 但是是值得去讨论 然后或者是 要去挑战的部分 在补充 在补充